醫護人員在十歲小姐姐的病床前 架設螢幕播放白沙豚媽祖 鏡箱的畫面 還將病床調整大約45度 讓小姐姐能夠方便看直播 聽著螺聲 小姐姐的眼睛眨了幾下 似乎是盼著能夠見到白沙豚媽祖 焦化成港國小姐妹被車撞昏迷 其中十歲小姐姐醒了 對醫生的問話也有反應 家人吐落他每年都會在媽祖 軟校經過彰化的時候 到現場看熱鬧 因此秀傳醫院將原本播放 給小姐姐看的卡通 換成白沙豚媽祖鏡箱的直播 這個機會剛好白沙豚媽祖出訊 但他治療也到了這個階段 那藉由白沙豚媽祖給他視訊 院方說去年媽祖鏡箱 行經彰化 破天荒 停假在秀傳醫院 讓醫護人員又驚又喜 他們希望這次能夠載到醫院 為受重傷住院的十歲小姐姐 加持祈福 而白沙豚媽祖擅長衣力 除了彰化升港 這對姐妹的家人 盼神明保佑 還有他們也希望媽祖獻神機 小男孩頭髮剃光 戴著口罩坐在輪椅上 他才十一歲得了腦瘤 為了讓他早日康復 爸爸帶著他從桃園來到台中 一路跟著媽祖鏡箱 希望竊此得到庇佑 腦部開膠室 然後再整個腦瘤 這次來第二次 另外這個六歲小男孩 因為腦麻 媽媽特地帶著他來 嫩給他 希望媽祖保佑孩子 平安健康 關於新聞有選 這篇照應關系中 一無一者綜合報導